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早上的时候他们说在现场有听到一个沉重的声音 但是没有多响 后来快到中午的时候要用空拍机才发现 就在对面有四个黑色小点点 这个都是台湾黑熊 从这个体型上来判断 疑似是一整个家族熊妈妈带着三只小黑熊 而且这个搜救人员是相当开心的说 其实执行任务以来就有听过当地人说 这里是有台湾黑熊会出没的提醒他们要注意 不过没有想到真的亲眼目睹